MV新闻有点多 聚精会神 听我说 恭喜绝技以4比1淘汰了热火 拿到了本赛季的总冠军 那岳老师也凭借无敌表现 当选总决赛MVP 那确实是实名归啊 那就算恩彼得来了 那也不好使 岳老师在今年全民兴胜啊 还没人愿意带他玩呢 但是岳老师在技术赛 连续打爆四一双塔和第一中锋 以一己之力把热火的联防给破了 那也再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那相信属于岳老师的时代啊 已经来临了 接下来防守岳老师的中任啊 只能靠周旗了 那穆雷这边呢 也很好扛起了二当家的重担 无论是面对布克还是巴特勒 那都是有过之无不及啊 拿到总冠军后 那穆雷都哭了 那我口哥这两年啊 那先后精力大少 但是终于熬出头了 穆雷现在那在后卫圈里啊 那也算是有一号了 岳老师和穆雷的组合 那在历史地位上 那和欧黑组合无法比较 但是在数据方面 完全可以比肩欧黑组合 除了岳老师穆雷之外 那戈登啊 也是功不可没 虽然说数据不算太亮眼 但是杜兰特呀 巴特勒呀 詹姆斯啊 全靠他来防啊 而且困难的时候 还要顶到五号位 戈登那绝对是绝今啊 不可或缺的一个人 至于沃隆波普呢 虽然说数据不咋地 但是绝对是一个服刑的存在 至于姐夫大格里 还有小乔丹这样的老将啊 也终于拿到了总冠军 你说谁能想到吧 当年快船的三巨头 那小乔丹居然是第一个 拿出总冠军的 你说上来说理去吧 诸葛马龙 妙计安腾下这么多年 今年终于走惯了 那马龙教练 那确实是有两下了 至少得甩那个老李布斯啊 五十条级 反观热火这边 那也完美诠释了 虽败勇荣四个大字 巴特勒带领球队 一路黑八道总决赛呀 已经给了球迷足够惊喜 虽然说他们没拿下总冠军 但是也要向热火 全体成员致敬 也希望热火下个赛季 还能够卷赌重来 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那二二到二三赛季 那已经是全部结束了 那这期间啊 老李有解说不到位的 请兄弟们那也多担待 虽然说赛季结束了 但是老李之后每天啊 坚持整合 会说说炮火的残勇事件了 刚枪游侠莫兰特事件了 以及杜兰特 又给哪个往后摩托点赞了 老李在这儿啊 也感谢兄弟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了 那咱们也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老李 咱们这儿啊